怎么会有银行行员这么草率呢 新北市一位阳性妇人 她存在阳性银行户头的定存 被人用假证件转账盗领 原本将近三百万的积蓄 一下子只剩下七千多块了 让她急着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最无法让她理解的是 这明明假证件上的照片跟证号 跟她自己杨小姐的都不一样 但是银行行员没有把关 草草的通过查核 走到柜台前若无其事的办理存折挂师 就是这个人持假的双证件 把阳性妇人存了七八年 将近三百万的积蓄到零一空 更扯的是银行竟然没发现 就通过查核 这名持假证件的女子 本月四号到阳性银行板桥 西州分行便跟硬件申请网易密码 五号就分三次转账到零 第一次先转二十万 第二次转了两百万 第三次再转六十万 而杨小姐八月十九号查看账户 存款时才惊绝 户头里的定存竟然只剩下七千多块 不过仔细比较 其实这名女子拿的双证件 根本漏洞百出 不止照片不一样 连证号也都不符合 证号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这样阳性却接受 这个人变更 他们的那个硬件 然后也变更那个所有的提款的密码 而杨小姐更控诉银行从头到尾态度都相当冷漠 要求受害者自己报案 期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对此银行经理则说 都是按照标准流程处理 作业流程的部分都是照着总行规范的流程下去进行 那那案发的时候就是我们陪同 协助客户去跟那个警方做报案 然后配合警方做侦查 原本把钱放在银行 就是认为会比放在家里安全 但现在存款反而一头空 除了想把辛苦钱追回之外 杨小姐也希望银行要负起责任 还给客户一个公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